几天前传闻诺基亚要发布一款新手机,而且关于新手机的许多信息都已经逐步曝光出来。 这款产品叫做诺基亚51或者诺基亚X5,是一款性价比级别的手机,评价君也介绍过这款手机会在7月11日发布,然而就这么没有下文了,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只能说难免有翻车的时候,好在产品还在,这款手机原定7月11日晚上发布,官方也开启了倒计时,对于这款手机的配置有传闻多个版本。 评价君选择相信采用P60,然而事实狠狠地打脸,这是一款采用Tekily Up23处理器的低端手机,售价在千元以下。 只是,倒计时之后迎来的却不是产品发布的消息,在发布会原定开始的时间里,诺基亚官方发文说,小诺被客户爸爸抓走了。 官方介绍说,由于场地的原因,这款手机的发布会取消了,作为补偿,诺基亚当晚送出了100个西瓜作为补偿。 所以说,火西服之所服,就是这个道理。 虽然发布会没办成,诺基亚倒是救活了不少卖西瓜的,不光是为了补偿发布会取消送出了100个西瓜,连此前的邀请函也是半个西瓜,收到就直接开吃的那种。 看来虽然手机不大好买,诺基亚西瓜还是被火充足的,抛开这些八卦,还是看看产品吧。 这款产品确定就是诺基亚X5,采用MTK Layup 23处理器,有3G、4G和6G版本,有32G和64G两种容量可选,屏幕为5.86英寸720P规格,后置双摄和指纹识别,电池容量为3000毫安时。 至于这款手机的卖点,除了便宜之外,大概就是官方所强调的原生系统,宇装了Android 8.1原生版,比较纯净,不过因为发布会突然没了下文,这款产品的上市时间也就难说了,只能一边试瓜一边看,评价均觉得,这个品牌这个配置,加上799元的价格,还算中规中矩,加上双摄之后还挺有性价比的, 就看上市之后使用体验如何了。